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瑞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玩的就是 Sands of Aura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是什麼遊戲 可以捏角色 好 我要選爆炸頭 黑色爆炸頭 看起來就像火柴一樣 可以選武器 OK 小刀 長槍 雙劍 我們來玩個雙劍好了 感覺雙劍好像蠻帥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種 小小夢魘2的感覺 誒 火柴爆炸頭先生 OK 我們來看 來探索一下這個世界 Tab 可以打開菜單 快速點擊Shift就可以閃躲 OK 那我可以閃下去嗎 哈哈 找到祭品進入Malgam的 洞穴內墊 OK 所以我們要找到遺跡 要找到祭品 要找到祭品 使用特殊攻擊會給你的魔法刃充能 按Q可以自癒 噢 這個是什麼 撿起魔法寶石 晶體化超自然的刻石 當你的武器中鑲入一個魔法寶石時 你可以通過特殊攻擊來為魔法刃充能 噢 上不去 可惡 大招 帥 我要看到我的爆炸頭 啊 差點掉下去 啊 這個是誰 這四面就是 欸啊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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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交談 所以他們 他說這邊的水不能喝 格擋時不會受傷害 OK 這次我們從右邊這邊然後 這裡好像就是剛剛那個寶箱的地方 開一下 特殊攻擊符文跟精煉粉末 精煉粉末是什麼 稀有礦石的精煉粉末用於強化盔甲跟武器 OK 剛剛他好像說可以使用共鳴靈來回收我們的 東西 是這樣嗎 喔 OK 所以用共鳴靈可以回收三個補血的 可是怪物就會 喔 怪物就會重生 好 那我們就趕快去找那個 祭品吧 好 看來我們是要把這邊的怪物打敗才行 啊 鏡頭 哎喲 啊 啊 那什麼 喔 撿起祭品 話說剛剛那個 那個可怕的那隻到底是什麼 我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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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我走了 打開大門 YES 進去吧 被詛咒的屍體 所以呢 我不能直接跳過去 砍他們嗎 不行 呃...在幹嘛 naz Oh my... OK Beast from the waters Two arms Oh 噢...OK 噢...噢...噢... 等一下!等一下! Oh my gosh! Oh my god! 啊! 噢!我們的... 騎士! 導師! 為什麼坐在那裡? 噢... 噢... 噢...Yes! 嗚呼! 天啊! 水來吧! 好!那我們就來離開洞穴吧! 好!那我們就去鍛造我們的...武器吧! 噢... 噢... 我的錢全部不見了 我需要錢 然後我錢... 我的錢偏偏剛好全部噴掉了 nice! 看來只能來賺錢囉 噢... OK! 我們的現在錢錢有1272 那我們就先來鍛造一下我們的武器 OK! 我們光要武器升級就需要花到1000了 升級吧 好! 我們來試試看能能把這個教堂給討伐完畢 前面這邊都還蠻簡單的 接下來比較困難的應該就這邊了 這邊會有一隻先跑出來 OK! 輕鬆解決掉了 接下來呢 有隻...有一隻大塊頭過來 砍砍砍砍砍砍砍 嗚...他爆衝爆衝爆衝 嗚...OKOKOK 繞過來 他是要爆衝嗎 哈哈!OK 嗚...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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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喔... No!喔...QQQQ 蛙... 給我過來喔 OK好 那一隻看起來非常的不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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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慢慢來 一個 Alma 嗚~~ 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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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啊×3 不 我又按錯了 我又按錯了 啊 阿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喔 我的錢不見了 喔 OK OK 哎呦 嗚 OKOKOK 嗚嗚嗚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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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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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我為什麼要打那隻BOSS 我剛拿到什麼什麼鑄劍 鑄柄大師鑄劍腐蝕的 每7秒獲得0.125伏袖值 OK 那我們現在就與沙丘騎士Felker前往北方去 塗皮人的洞穴 並為星塔取得水源 我們就前往絕心谷吧 去取得水源 蛤 是由我控制哦 可是重點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正前往哪裡 我們就到處看看吧 前面有一個東西耶 HERE WE ARE TUBI'S GROTTO 塗皮人的洞穴 OK OK 我看到有怪怪的人在那裡 哎呦 為什麼大家都距離在這裡 進入皮圖人的家 塗皮人 皮圖人 隨便 呵呵 哈囉 要抓住魔像 哦 我的水被污染了 下面的雕刻洞穴中 下面的雕刻洞穴中 好 那我們就去雕刻洞穴 對 Let's go Let's go 所以我們要打敗那個 好哦 真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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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解放他 要解放他 解放他 解放解放 解放解放 解放解放解放 解放 OK 嗚 嗚嗚 唉呦 那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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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 嗚嗚 Oh my gos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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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嗚 啊哈哈 砍砍砍砍 嗯 他直接抱我夾 嗚 嗚嗚 啊 噢 噢 噢 我的天啊 NOO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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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OOO 嗚 你手裡拿著一個被遺忘之神的圖章 只有雕刻大師才能創造出這些圖章 而這些圖章被認為是可以打開通往被遺忘之神安息之地的大門 根據教會的法令 所有帶有被遺忘之神的神器都要被帶到Lessis的教會進行銷毀 這個特殊的圖章是按照被遺忘之神Malgam的形象製作的 他的神廟就在星塔下面 你俯視著伍巴尼最後的安息 空氣變得更輕了 而水的聲音在洞穴中迴響 就像魔像正在努力恢復水流那樣 你面前立著一扇大門 可以快速回到碼頭 上面圍造的一個聲音就在樓梯上方 OK我感覺上這個遊戲還有很多就是可以探索的地方 光是這個星塔他說 Malgam的我們剛剛看這個Malgam的圖章 Malgam的神廟就在星塔下面 那就代表說我們去星塔的下面可能又是有另外一個任務之類的 然後假如說我們又看的話我們 就剛剛我們回來的時候又有什麼中塔 然後還有其他的地方 感覺上是我們可以探索的地方應該是還蠻多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假如說 就有點像是RPG啦 就是慢慢的升等然後慢慢的探險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還會有很多很多的內容 那假如說各位喜歡這個遊戲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個言 看你們覺得這個遊戲是不是有吸引到你 那這個遊戲呢再跟各位講一次是 Sands of Aura 是Freedom他們出的一個遊戲 那我個人是覺得目前還蠻有挑戰性的 感覺上他有一點像是那種怎麼講 Minecraft Dungeons的那種遊玩模式 然後有一點像是 有點像Dark Souls的那種感覺嗎 可是可能Dark Souls可能比較難一點 對就是你就是要完全了解說 他每一個BOSS的攻擊模式是怎樣 然後去做出相對應的決策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挑戰性的 你看我剛剛死了那麼多次 好啦那我覺得我們今天這一部影片 就差不多先到這裡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到大家 掰掰 掰掰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們今天就來一下 我們可以一起去 county 我們可以去哇 搜尋 找尋 走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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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